日月 怎么样了 小河呢 你说啊 送来的时候 我们脸都是血 医生说 他们也尽力了 哎 李仙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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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开玩笑的 李仙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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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哭了 李仙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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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李仙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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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死 这也没死 那唐灿 唐灿瞎说的 我 我 我就逗你玩一下 你也别去了 没有 小剑 真的真没事 你看 都正常 正常 你有没有情种啊 就是你怎么拿来开玩笑 吃了这么大剂量的安定 怎么能骑车出门呢 你这是运气好 装在树上轻微脑震荡 要是装在车上 你小命都没了 先好好休息 住院观察两天 别乱动啊 谢谢护士啊 没事 病人要是吐了呢 记得通知医生 好好好 我拎上去 谢谢啊 你说你吃什么安定啊 你这 我没吃安定啊 那你吃的什么东西啊 刚才护士哥说了 你血液里 安定的成分特别多 好好想想 你不是有那什么 维生醋片吗 给我吃两片 补补 自己买去 你每天吃我的喝我的 还这么小气 整个人还挺齐全 每个吃两片 给我补补肯定没错 我说为什么不给我吃呢 我刚才晚上老不睡觉 我以为她看小说呢 原来是睡不着啊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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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着他 那个癱瘓一吐了的话 你就赶紧叫医生 行 我就回去弄饭了 待会儿我再送过来 好嘞 你是怎么 你回所啊 我得上班啊 我跟林校长里去 好 那我回去弄饭了 儿子 你现在是不睡觉 还是睡不着觉 也睡 就是睡不太久 白天有空我就打断了 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每次打电话问你好不好 你都是一切都好 一切都好 你这叫一切都好啊 我怕你担心 那你这样我不是更担心 还有 昨天你爸给我打电话 说你 你跟他说 这次回来就是看看我 是吗 你都上班了 你这 这能骗得了吗 他不会同意 他不同意 你也得跟他说清楚啊 这能骗多久 行 我给他打电话 跟他聊聊 是吗 当初 你到新加坡上学 那得照顾他 没办法的事我才同意 再说了 你的监护权还在我身上 爸 我都成年了 你早没监护权了 是吗 我妈那个脾气你也知道 你说了也没有用 还是我来说吧 我也不可能逃避得了 你去说 大小伙子了 这事自己办最好 你一定要讲方式方法啊 别惹急了他 大儿子咱俩商量了事 儿子 今后碰上事了 不管是好事坏事 能不能跟爸爸说说 你现在长大了 爸也帮不上你什么了 可你 可你现在守着罪 你说你得让我知道啊 行不行 行 赶紧回去吧 我还得上班呢 回去吧 哎 没有跟你哭了 没有 我听爸说了 你以为我死了 在我们这儿走得好 我主要就是觉得 你要是死了 我不哭丧不合适 我这车祸出得可真值 这话能随便说的吗 现在假鼻子假鼻子 神经病 哥到底怎么了 ,我怎么知道啊 你们都住在一起 你还不知道啊 他还不是什么事都跟我说 如果什么话都不说 才容易心里生病 你也知道 从小他不是好多事都跟你说呢 但你现在不是不愿意听吗 李健健问你啊 为什么年纪轻轻的就失眠了 你不愿意听到啊 这都鼻子鼻子鼻子 鼻子鼻子 鼻子 别闹 没伤口裂开 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睡眠障碍 我问过医生了 医生说 年轻距离发病率很高 倒是你 光长年龄不长脑子 什么药都敢随便吃 又怪我了是吧 你儿把那个放在 药片里谁会吃 你说你没事干吗 你怎么把那个安定 放回药片里呢 本来 我是不想让小程 跟我妈知道 为什么呀 因为在家里 我是个不能生命的人 谢谢 你的水果茶 不是咖啡吗 白天喝咖啡提神 晚上吃安眠药助眠 你这就是恶性循环 你得戒掉咖啡 我们家李店间 还是像小时候一样 会关心人的 而且更成熟了 像个大人了 那是 我现在也能独当一面了 我的那个小工作室呢 虽然现在还不怎么赚钱 但是我很喜欢 只要我努力 养家是没有问题的 以后我也有能力 照顾爸爸们了 看得意的 别碰我头 我又不是小孩子吗 在我眼里 你永远都是在那个面馆门口 却着屁股画画的 小黄毛丫头 你也就是看着聪明 还不是一个被炸猪牌 就能拐回家的 笨蛋 你呢 一个小堂上差点跟牧师人走 你你你不要说这个 我都问了你还说 新加坡好玩吗 我都没去过 没怎么玩过 读书挺忙的 还要照顾我妈和小橙子 每天都是那几个点之间来回 后来就上班了 也没什么心情玩 我毕业以后也挺忙的 后来我们的联系也少了 好多你的事情我都不知道 有空你跟我说说吧 你想知道什么 交女朋友了吗 没有 不是吧 真的 不过有喜欢的 不过有喜欢的 什么样啊 漂亮吗 特别漂亮 特别可爱 反正我没见过 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你同学 对啊 你就没有别的想问呢 怎么烫的 刚做我的粥 没拿稳 突然打翻了 整个碗都不小心扣在肩膀上 但没觉得多烫 就先去说试碗的碎片 后来去零云间沖凉水的时候 我才发现 皮和衣服都站在了一起 听着都疼 放心 早就不疼了 别 我说了 不要跑的头 小孩头上三把祸 你不知道